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我已經知道 電話H叫做 NCP 底T 積分 從T1到T2 從起始溫度到末溫度 那因為這是反應 所以呢你要把它看成 這個 summation 一樣沒關係 我說1000度C 1000度C 到這個25度C 墨數一樣是1,但是這邊是submission的CP 我把CP全部相加,再來dT 再乘上溫度的變化 所以你的CP的相加是多少 CO,CO的CP是28.4 28.4 加上氧氣,氧氣是1分之1乘上29.9 我先寫符號好了,不然你可能會搭不起來 就是CP0 CO 加上1分之1 CP0 是CP0 乘上溫度變化 1000-25 所以 變成CP0是28.4 加上1分之1 乘上CPO2 CPO2是29.9 乘上 975 975 是 2-1 再來 所以這一題 這分數 我真的覺得 做這個不值得 這一題如果是我一定最容易才做 分數那麼少 才幾分 寫那麼久 所以我剛剛跟你說 這題在研究所考題 至少要20分 D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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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0 25 就是 負的 283 KJ DH3 D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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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12000-1000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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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5 又是從1000到25嘛 從上面掉下來 所以這個是負的 25-1000 這是負975 沒有其實它是從25到1000 這就不會有問題 25到1000 讀C 所以是 一樣喔 CPTT 那因為這個產物只有CO2一個人 所以就是做CO2就可以 CO2的CP是0.1 7.1乘上 我的運用差1000 減25 三個相加 所以呢如果計算機按得很快 也 也不會覺得分數少啦 可是這樣我就覺得這個分數很少 因為 因為分數很少 OK 所以這個相加 Data H1 加Data H2 加Data H3 再來你要注意單位 比如說像這個 Data H2它是 KJ Data H2 那這個 Data H2 那這個 那這個 筆勒呢 都是焦額 所以沒有K 這都是焦額 所以沒有K 這都是焦額 所以沒有K 它還要主要相同單位才可以相加 所以 加起來結果是 Data H2 第四一題 228300加上731.25 等於-282268 OK 所以他選A 看一下齁 給你看兩分鐘 A 可以嗎 這個效應的題目 再來 書題 書題 這也是研究所常見的考題 叫做 Mu這一個 加爾湯森係數 來歷史的題 大家說齁 在27度C之下 732長命廣柱 這一大七樣齁 這個C02的HPT 叫做-10.2卡 除以沒有ATM 其 很加熱量 CP 有8.5卡 沒有K 好 請問 這個C02的加爾湯森係數 有多少K3ATM 這個齁 你眼睛去看 就知道 這兩個是 層層層層層 要把這個樣子擠出來 不過呢 我們教學 沒有那麼淨菜 所以我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來 12題 這個 這個 加爾湯森係數呢 定例叫MuJT齁 這個 這叫 J O U L E T H O M S O N 叫 加爾湯森係數 叫MuJT Mu J T 他它的定義是 partial T P Partial P H 這是定義 想要定義呢 就是你把我打死他還是寫這樣 要定義 那這個定義呢叫TPH 好 那我們可以根據這個 微分循環定律齁 先講一下原理齁 不然直接解那個人看不懂 來根據 微分 先聽齁 微分循環定律齁 所以那時候就跟普通人講 先開樂意學 幹我樂意學王子 樂意學教這麼好 對不對 同學看到馬上就愛上 根據微分循環定律齁 Partial T Partial T Partial P H 乘上 Partial P Partial H T 再乘上 Partial H Partial T P 每負一 這個一樣 這個組合沒幾個啦 所以背一下 TPH 然後呢 P往上推 H往前推 PHT H往上推 T往前推 得到這個人 那現在我需要記證是誰 我需要記證是誰 我需要記證是這個TPH 這個TPH 放著 這裡變成 Partial T Partial T Partial P TPH 會等於 -1 -1 把這兩個丟過來 所以變成 Partial H Partial T P P Partial P Partial H T 丟過來 再來 我這個叫HTP PHT B B 現在呢 我把這個人取導數 根據這個微分的特性啊 這個人取導數就變成